《聖經》講到兩種謊言 一個是《善倫傳》第二章 講到他們在五場節那天 講起別國的話 但在《哥倫多詞書》十四章 是很清楚講到 是沒有人能夠明白 因為《善倫傳》二章那一種 是有人明白的 是有那個民族的人明白 但在《哥倫多詞書》十四章 《善倫多詞書》就是沒有人能夠明白 所以那是另一種意義 《聖經》也講到是靈的討告 是講神奧秘的事 這些謊言 謊言是完全是神的工作 不是人的工作 所以我會反對任何人 叫人模仿說謊言 或者嘗試說謊言 是完全不應該嘗試說謊言 他就在聖經充滿愛慕神的時候 神感動他就說謊言 就不要嘗試 嘗試說謊言 這樣的時候 他就不知道他是自己說 還是聖靈的說謊言 所以我更多是叫人們學習 活在神的愛中和愛神 這兩樣東西 一方是一個表現 表現是我們做不到 我們改變不到的 聖靈的改變 聖靈的工作 不是我們做得到的 但我們相信神的愛和愛神 是做得到的 我們可以做的 靠著耶穌可以做得到的 所以我們做的就是 活在神的愛中和愛神 謊言何時來 我們就由得他何時來 在聖靈充滿的狀態 有些人就會有謊言 我自己也是這樣 我自己以前第一個太太已經釋路歸主 是很反對方言 很反對聖靈中的喜笑 很反對人們跌倒 但他有一天 他就忽然間 就是他逐步逐步經歷聖靈 忽然間就很感動 忽然間就說 耶穌在那裡 很大的光 還有後來有一天 我們一路祈禱 他一路祈禱 他一路祈禱 他忽然間就很大聲 他以前很反對人 很大聲地說方言 但他又很大聲地說 說了很久很久 聖靈感動他 他就開始說了 我自己來說 我就是有一次 其實我初期經歷聖靈充滿 我就發了有時候 口會震 我就沒有什麼去在意他 但有一次有個牧師 他又叫我一個教友 他不知為何知道我教友會說方言 叫他說方言 他一說 我口就震了 他叫他去 他在那裡震 在那裡震 旁邊的牧師就說 現在方言正在來 所以如果你開始有這種情況 你就由他 就是容許他 方言是可以幫我們 或者經歷熟靈的事 超自然的事 神會做不同的事 有些人在方言中 會更容易領受神的意象 信息 或者在靈裡面 我發覺我用方言討告 或者我用靈討告 我會容易有喜樂 這個是幫助我們進入靈裡面 但是我也看到有些人說方言 就是怎樣 很機械化 我會鼓勵一些人 你不要不停地說 有些人會不停地說 因為說方言可以成為一種習慣 不停地說 我就會叫那些人 我會說 你心都想著耶穌 不要不停地說 一直想著耶穌 其實我們祈禱的過程 可以想著耶穌的愛 想著愛耶穌 以及求神復興 求神更新我們 使用我們 這些意念可以在方言的時候 一路這樣 一路說方言的時候 一路這樣 或者聖靈感動你 當時有什麼意念 祈禱的就可以用這些意念 這個是神次的 如果你沒有經歷 可能會覺得比較神奇 但不要緊 最重要的就是 你首先做的是 享受神的愛 宣告神的恩典 愛慕神 這種祈禱 神要賜給你方言的時候 他就賜給你了 我們未到的時候 就不用去想 還有有些人很在意 很在意 他們會說 為何個個都有方言 我沒有 這是第一種在意 第二章 有些人會告訴別人 你這些罪未認完 你快要認罪 很多人認罪 又是沒有方言 我覺得 不要注目在方言 注目在我們 我們相信神的愛 和愛母神 神做什麼工作 是神的選擇 不要注目在何時有方言 也不要批判人 不需要批判人 而我覺得 與聖靈的關係 最重要是 活在神的愛 和愛母神 謊言是 其中一樣的表現 但我們不是追求表現 而是追求這種關係 而獻神的愛 我們最愛和愛 愛 對 天然 和聖靈是 一ச 尊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